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Fee Chen 今天是7月13日 今天想和大家深入拆解一下過去兩天攬炒派所謂初選的狀況 攬炒之父戴耀廷表示很滿意初選的結果 還很大口氣地說35加都不夠 要40加 戴耀廷說投票人數達標 還立刻透露下一步的重點工作 露出妖精美吧 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都會和大家深入探討 整個初選我看到攬炒派都不停分裂 傳統相對溫和的反對派怎樣由主流在整個初選的過程被邊緣化 而我們看到本土港獨派就當道 如果真的被本土港獨派大規模地選入立法會 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我會播一段影片給大家感受一下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榮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的影片 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很多人知道 黃梅和攬炒派不想你知道 有關攬炒派初選的真相 攬炒派的初選在昨晚結束了 戴耀廷宣稱總共有59萬人去到票站投電子票 而紙張的投票就有大約2萬張 戴耀廷在他的社交媒體上即時做的 不是多謝義工或者投票的人 而是叫大家捐錢課金 戴耀精美白 圓形不露 錢跟著要緊 早前Y2K大樹木頭在6月11日 跟大家揭露了攬炒派未選 先分裂 先眾籌 戴耀廷在協調整個機制掉了 亦都見到他的奸計浮面一獲足 在7月6日攬炒派初選即將會舉行的時候 公佈其實他們攬炒派初選的經費 眾籌的計劃是未達標的 只有120萬而已 他們目標350萬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難怪戴耀廷那麼緊張 350萬變120萬 所以在初選結束之後 戴耀廷就立刻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叫大家捐錢課金 有人說戴耀廷很會打蛇除棍賞 但也有人說捐完也會再捐 而戴耀廷在今天大約中午的時間 聲稱已經籌夠錢 還要籌達標 唉 都不知道有多少小黃人 節衣縮食去捐錢 在我拍片的時間 攬炒派的初選在點實體票 所以還未公佈結果 不過根據多方面的消息和民調 都有一個初步的評估 那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先講九龍東 參選所謂的初選 有李家達 民協的斯德萊 公民黨的譚文豪 快必譚德智 退出了眾志 但又沒有交代眾志的資金去向的 和之鋒 民主黨的胡志偉 立場的民調領先的就是 公民黨的譚文豪 快必譚德智和和之鋒 但正如我在Y2K大樹木頭和大家分析 民主黨的胡志偉雖然在網上的民調大落後 但因為裝腳的效應 相信都有機會改寫這個結果 亦都據了解九龍東的實體票 其中在觀塘的玉年台票站 都有初步的公佈 就是民主黨胡志偉 公民黨的譚文豪和黃之鋒 大幅度領先其餘三名候選人 而人民力量的譚德智雖然在網上入圍 但實體票只有少量的得票 公民黨的譚文豪和黃之鋒 應該預計都會出線 大家可以猜一下 之鋒會不會被DQ 可以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可以把你的看法分為主觀想不想 以及實際會不會 我個人想看到譚德智勝出 因為譚德智勝出 會為我們製造很多的笑料 九龍東攬炒派的鬥爭 也不算是十分激烈 其他區呢 激烈得多了 傳統的反對派被本土派撈爆 亦都不停地批鬥 所以民調都是落後的 有Y2K大選目頭在上一條片重點提及的雲依依 即是參選九龍西的民主黨王碧雲 以及公民黨在港島區和超級區議會派出的參選人 都先後宣布告急 所以公民黨的楊岳橋和梁家傑 昨天都急到要在大埔廣場外面見記者 當他見記者的時候 就出現小插曲 就遇到本土派的追擊 大家沒聽錯 以往遇到本土派的追擊 都是見切絕力量 但現在就是傳統的反對派被本土派追擊 本土派大罵公民黨 就說公民黨賣香港 楊岳橋非常激動 很大聲地反駁 跟本土派互馬 上演了一場鬧劇 我們去片看看俗稱dead body的楊岳橋有多激動 罵楊岳橋 你說這些人大香港 那我不知道什麼 我的選證現在是告急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為什麼楊岳橋叫dead body 都可以看回我之前Y2K戴樹木頭的影片 在場的陳淑莊 大家都知道他沒有資格參選 而且大家從陳淑莊怎樣火爆 爆點新聞的記者 就知道他多激動 他也加入了馬戰 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傳統的反對派 怎樣跟本土派狗爭狗 而民調一直領先 跟楊岳橋一樣都是出選新界東的陳志全 就算他的排面很有優勢也好 民調一直大大領先也好 他也取得盡 繼續去吹票 叫支持者不要以為他一定贏 而不投他 似乎陳志全就要做新界東的票王 都不理其他的手足 所以也不怪楊岳橋那麼激動 參選新東的還有這一堆人 有很多都不是太認識的 而民調上 現時陸隊裏面 五個都是比較激的本土港獨派 公民黨的楊岳橋也是在車邊 而大家都很不喜歡的時代公廁 造就了721事件的林卓廷 簡直是不入圍的 似乎區區民調都是比較激的 本土派港獨派領先 這個攬炒派的初選結果 已經基本塵埃落定了 這個媒體就說有知情人士透露 今次攬炒派初選的結果 就是比較激進的 港獨和本土派素人 大勝傳統的泛民主派 據知這是電子投票的結果 而實體的紙張投票仍然在點算 可以先看看新界西 攬炒派打算在9席裏出6隊去爭取6席 可以見到頭6個分別是朱凱迪 張河心、黃紫月、五建偉、尹兆堅和郭嘉琦 結果也不算有太大的意外 在新界東可以見到民調一直領先的梁國雄跌出名單 而九龍西可以見到頭4名 都是我們認為比較激進的本土港獨派 而傳統的政黨 例如民協和民主黨是吳入圍的 而港島可以見到4隊裡面 可以見到頭3名都是比較激進的 有民主黨的許智峰 以及本土港獨派的參選人 九龍東可以見到頭3名分別是 黃之鋒 公民黨的譚文豪 以及李嘉達 黃之鋒和李嘉達 都是被認為比較偏激的港獨本土派 而超級區議會 都可以見到有一點點意外 就是民主黨的鄺俊宇 岑敖暉 都是跟民調的結果一樣領先 但是也正如我的分析 本土港獨派似乎已經成為攬炒派的主流 而淘汰了傳統泛民主派 但是他們參選有什麼政綱呢 是不是就好像之前所說 拿到35家就要否決了政府所有的議案 那麼簡單呢 攬炒派的岑敖暉 就在他的Facebook上拍片 承認 參選不是為了令香港變好 而是要處決議會 憑著處決議會 去和中央政府角力 香港的9月立法會選舉 香港人要打好這條議會戰線的意義 不是令香港變得更加好 而是要在全世界都關注選舉結果的情況下 香港人親手逼北京 處決這個議會 繼而逼出更多的角力 我自己聽完之後就有兩個觀點 就是第一 之前說要拿35家去否決政府所有的議案 包括財政預算案 但是現在是更加編激了 要用到處決兩個字 處決議會 處決香港 第二個觀點就是看到 如果被這班編激的本土派 港獨派選進去的議會 相信未來四年的議會文化 只會更加編激 更加多政治化的角力 這個又是不是我們想看到的香港呢 岑敖暉參選的功能界別 就是區議會二 即是我們俗稱的超級區議會 是全港的 也就是大家所理解的第二票 岑敖暉入圍的機會很大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被這班本土港獨派選到立法會 香港只會更加亂 所以總結這兩天攬炒派所謂的初選狀況 我們看到一方面 想要處決議會 處決香港的本土港獨派抬頭 而且參與投票的數字 都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攬炒派聲稱有61萬人投票 雖然當中我們相信也會有水分 大家有看過Y2K大樹木頭上一條片 也知道攬炒派的初選投票系統有多流 亂入資料也可以通過到最後一關 亦有傳媒測試過可以親身投幾次票 所以有水分就一定了 不過實際的人數真的比想像中多 所以建設力量也不能鬆懈 我們還是要做好自己 去應對9月的立法會選舉 很多觀眾朋友都問我 應該要投給誰好 應該怎樣去應對投票時 在票站遇到的不公 現在因為提名期還未完 還未知道有什麼參選人 稍後我會和大家拍片 分享一下我的心水 當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可以WhatsApp 或者打電話給我和我聯絡 我會把電話放在這裡 我會儘量儘快和大家聯絡 但現時真的要拜託和提醒大家 在9月6日一定要留在香港 一定要出來投票 如果情況容許的話 海外的華人如果有心想出一分力 都留意日子 當然也要情況容許 安全是首要的考慮 也要靠大家努力 才可以將香港帶回正軌 重新出發 如果被攬炒派35加甚至40加得逞 香港就會被攬炒 如果被本土港獨派35加甚至40加 選入立法會 取代現有比較溫和的反對派 未來的四年會比過去一年更惡劣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9月6日這個日子 懇醒大家一定要出來 為香港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不要以為你只有一票 就影響不到結果 如果幫助不了香港 就不出來投票 大家一人一票集合在一起 力量就很大了 以影片三十幾萬人觀看為例 就可以是三十幾萬票 如果每位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再向你們身邊五位的家人朋友 作出呼籲 我們就可以有150萬票 所以我們一定要抱持希望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 這條影片 希望和大家約定在9月6日 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 守護香港 以免香港被處決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條影片 記得讚好和留言 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可以把影片分享給至少五個家人朋友 讓他們知道 黃媒和攬炒派不想他們知道的真相 還有讓他們知道 在9月6日要留守在香港 投下守護香港的一票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我 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下一條影片 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